你好,今天是2024年的6月18日 想跟大家說一下財經新聞的解讀 第一個想說這條片下面有一個聲明 聲明有三個連結 第一個是連結去WhatsApp群組 允許我單向跟大家發布信息 第二個是Bang軟件群組 允許網友在Bang軟件群組的討論區裏面 互相討論,但又不會違反私隱條例 第三個就是連結去一個YouTube Channel Capital Corner 有我和Hermann Sir說一下期權的操作 以及美股、港股等 接下來的7月6日 就有一個免費的線下活動 就是在尖沙咀的朗亭酒店 下午2點到4點 其中有一部分我就會說一下 下半年那個市況 無論是股票市場或者物業市場 的走勢是怎樣 有興趣的就可以去WhatsApp群組 或者是Bang軟件群組 有一個連結 你按進去報名就可以了 我應該都會派書 送一些舊書給大家 想說回今天的話題 第一個就是 第一季的負資產案結金額 是去到多少呢 是有1653億 是比2003年 尾那個數字還要高 因為說的 那個樓價 就是今天的樓價 就是過去比97年 它是升了大概四五成 八九成 就是中原指數是一百的時候 在最高峰的時候 中原城市指數 就去到一百九十幾點 那就是說那個總的單價 是比以前是升了九成幾 起碼 那就是說那個金額 其實如果用03年的時間來比 只不過是以前的一半 就是好像電影票那樣 以前五十元張電影票 現在是一百元張電影票 那那個金額就貴了 那即是二千個 現在的1653億 其實如果是等回 同回03年 可能是得了九百多億 那這個就是講的 負資產的問題 那負資產問題其實影響 有幾深遠 就是一個叫做負財負效應 曾經Bloombers做過一個調研 他就說全香港商業物業加上那個住宅物業 蒸發了的額度有多少呢 是有二萬一千億港幣 那二萬一千億港幣 除了一些持有物業的人 即是說他身家就不見了一大截 如果你持有住宅物業的 即是你跟最高峰比的時候 你起碼都跌兩成幾三成 那如果你持有商鋪物業 或者是商業物業 那你可能跌的幅度是一半 或者是以上 那這個是幾驚人 和會令到那些商業活動 是會出問題 那最大的問題就是什麼呢 就是講的那個叫做高息 在過去 尤其是在 在2022年之前 那個利息都是在兩里 或者是以下 即是兩里鬆一點點 或者是以下 那過去的 由2008年開始 那個量寬去到2022年 已經是結束了 那一去破了那個 就是2022年 突破了一兩里的位的時候 有很多人都會覺得 利息很快會回到低息環境 但是不是 現在差不多是2022年 2023年 2024年的一半 都是相對來說叫做高息 那現在還沒有減息那個時間表 就是大家吹 就是前年吹上年減息 上年吹今年減息 今年到今天 都沒有確定到減息 就是說 現在的市場 大家都會覺得 是高級的 就是 美國那個對付的通脹 很難會再將利息減下來 所以吸引到全球的資金 就回到美國 美國也都是進行一個 以前就是量寬 現在就玩縮表 一縮表的時候 全世界的錢少了 這個是第一 第二 全世界的錢也都是吸引到美國 令到美國的股票市場 是頻頻創新高的 尤其是是那三大股王 那三大股王就是包括 蘋果 微軟 和輝達 NVIDIA 這三隻股票 每一隻那個市值 都是超過三萬億 加起來就是九萬億美金的市值 就是等於A股的總和 就是說A股那幾千隻股票 加起來就是等於三大股票 那這些錢很明顯就全部吸引過去 那這個經常都 有些人經常以為聯邦儲備局 考慮的就是經濟問題 我說了很多次 聯邦儲備局是私人俱樂部 私人俱樂部是服務 他後面的金主 他想的是兩樣東西 一個是國家的策略 第二是怎樣令到金主賺最多錢 那大家要去看清楚這件事 那我很想大家去看一本書 那本書是一個系列 由宋鴻冰寫的貨幣戰爭 那這本書是甚麼時候 那些人告訴我呢 就是差不多是二千年的時候 上海的同事就在談論這本書 這本書那時候只是出了第一集 之後就出了第二三四五集 那五本集我也有看 那最好看呢 就應該是頭那三本 第四本第五本呢 已經寫得不是那麼好 第一本就說了 這個宏觀 就是貨幣那個市場 哪一個操控 那他就在說一個叫做Rosschill 羅斯柴爾德家族 就是控制了整個貨幣市場 那他的後人就是Morgan JP Morgan Morgan Stanley 這些那麼大的財團 那這個呢 就是在說貨幣戰爭的第一集 第二集呢 他就應該是說 我不記得是說中國 還是說歐洲那邊 那麼不要緊 大家可以看得到 那麼說中國那邊 就在說清末民初 尤其是在民初的時候 民國政府 他那個法幣那個政策 又是被美國控制著 那又說了很多陰謀論 包括宋氏三姊妹的爸爸宋子民 坐飛機死 一樣 因為他是最大機會 做到總統來的 就是大家經常以為 孫中山先生是國父 那其實都是之後劇情的需要 用輿論 用一些文宣 去鋪排他做這個國父的形象 其實在說在清末民初的時候 其實曾經試過有袁世凱做總統 因為大家真的很坦白說 五千年的文化 農民是習慣了有皇帝 如果你告訴大家 那個國家是屬於大家的 那那些國會議員 你又不服我 我又不服你 曾經試過開會的時候 那些人是走了去打麻將 是開不成國會 不是說為袁世凱去貼金 那這些是有些好幾千年的血液 流了在血液的時候 習慣了有皇帝的時候 他就企圖變回皇帝的制度 就是去統治那個國家 那也曾經試過有 然後孫中山先生和袁世凱去爭總統 其實以前孫中山先生被譽為 叫做孫大炮 那個孫大炮不是說他拿著大炮 而是說他經常吹大炮 說一些空話有講無做 那其實他都是被神化了 神化了是甚麼他讀醫 讀醫其實在那個年代 在港大讀醫科其實是沒有前途 因為大部分在香港看的就是看中醫 喝的喝涼茶 那你西醫其實就不受重視 那最後他給個不賭業 然後後來去了譚香山 去了譚香山就有些人說 就是骷顱會共濟會的人 就等同 就是 早幾年的社會運動事件 在香港發生的一樣 就是在 內地就是做那個 將政府去推翻 改朝換代 其實本清已經是腐敗都偷了 然後後來叫做袁世凱做總統 那 有很多問題是積襲難返 那你換了做孫中山先生也都解決不了問題 國民黨去到蔣介石 根本那個貨幣政策是被人控制住的 印銀子印到不得了 令到大家對那個生活 有所不滿的時候 就被共產黨有機可乘 因為其實 中國的歷史 一直都是在說那幾件事 打土豪 反政權 不斷地循環 就是由陳勝吳講 所有那些東西都是因為沒得吃的時候 要推翻個政府 幾千年都是在玩同樣的遊戲 在整個世界裡面 有很多東西是不說得那麼白 都說不到真真實實的世界 就是後面有什麼勢力扶持 後面有什麼的國家 是做些動作 令到你分裂 去搞亂你的國家 其實西方國家很擅長 是做這件事 就是左手拿著本聖經 右手拿著把刀 去掠跌全世界 但是如果真真正正奉行基督的教義 天主的教義 其實是不應該內奪的 但是你沒辦法 整本聖經都是為猶太人寫的 猶太人被譽為上帝挑選了的民族 他就有權可以統治全世界 財富永遠都是屬於他 這些是他從小時候 那個聖經裡面已經告訴他 是這樣的 還有他們是被壓迫的一群 從摩西開始已經是受壓迫 到今天他都認為是被壓迫的 現在只不過是拿回他應得的東西 回到以色列 去回那個加拉雅的山那裡 其實都是做回那件事 那可能有些朋友聽了 不是那麼高興 就是說外國人的不好 說孫中山先生的不是 但是沒辦法 因為宣傳機器一推了出來 大家一起去說 說多百多次 那件事就是真的 那我不會相信那個故事 是孫中山先生咬斷 那個妙語那個手 還可以安全出來 那些人會聽他這樣說 沒可能 如果是的 根本是奇蹟 已經打到死了為止 即是一百多年前這樣的情形 就是為何會逢一些偉人 一定要去做一些故事 就是將他神化 包括岳飛 一出世 就有一隻大鵬 在上面盤旋 耶穌出世 有東方三博士 跟著就 華盛頓 又要斬櫻桃樹 各樣東西 我們都要做一些故事 令到他神化 即是等於寫傳記一樣 那些名人有錢 寫他那個生長傳記 當然是把他不好的東西 全部去了 跟著就寫幾件很特別的事 將他煲大 即是比如航生傳 就說他十幾歲 去家道中落的時候 剝牙就被親戚白眼 直接是毛好牙都被他剝壞了 那這些有戲劇性 這個世界就是喜歡聽一些 戲劇性的東西 尤其是 這個叫做 口傳文化 是很盛行的時候 剛剛早一個星期 飯燈就說 這些口傳 因為其實說 在說文初的時候 中國是九成都是不識字 不識字的時候 就是靠口傳 尤其是一些戲劇 去說 就信以為真 就算到今天 現在有文字 有影像 都不可以信以為真 即是一幅畫 他框了10%給你看 100% 可能整個畫像又不同 再播多前幾十秒 和再播多幾十秒 根本那個因由 大家又不知道 很多人以為看得到真相 其實都不是 這個就是 這個就是 大家 我很希望 無論看 國際的時事也好 或者是經濟 所有東西也好 你當不是這個世界的人 不是這個時空的人 在月球看回 現在發生什麼 用一個上帝的視覺去看 這個就是在說 負資產和一些形勢 第二個我想說 就是在說 澳門 澳門的特首就說 香港 無論如何都是大佬 的確是 尤其是在整個經濟的體量 香港是大佬 但是如果是說 人均GDP 澳門是超過了 香港 多過香港的人均收入 澳門上一年 逐牌 就是逐那個賭牌 六大博企就是逐牌 我就認識兩個人 就負責幫他寫逐牌的報告 就寫 激明那部分 因為激明那部分 他已經有了人 就去寫 但是非博彩業務那裏 就需要那些人幫他寫 我認識哪兩個 一個就是永利的其中一個董事 他就幫他寫非博彩的部分 另外就有個朋友 就是我上市公司的同事 就是幫澳門寫非博彩的部分 所以我有時候去澳門去永利 我經常都可以去到一些米枝連餐廳 包括他的中餐 西餐自助餐都吃過 在這個現在要是金管 永利的董事來請 因為他們每一年都有娛樂 那麼他們那個女主席 那 seinem那個演員 在說五億元 另外舊老闆黃英偉去了金沙 連薪了兩千萬 這些真是超級打工黃帝 幸好曾經試過給黃先生 在舊公司罵一個小時 因為賣樓的問題 因為他給的價錢 市價是負擔不了 都很開心 為什麼呢? 反過來看 比一個年薪這麼高的人 單對單去罵一個小時 其實是光榮尼 他不覺得你值得花這樣的時間 他不會花一個小時去罵你 這個我覺得 在他身上都學到不少東西 想說回奧博 的博彩業 其實在2017年有90%是博彩業務 非博彩業務就是10% 然後慢慢慢慢上升 上升到2022年 有77%就是博彩業務 非博彩業務就是22% 所以看到如果是2024年會看到有很多的演唱會 就是在 澳門那裡出現 黎明 郭富城 許冠傑 那些瘟娜 排隊過去做 也有外國的 歌星 內地的歌星過去做 因為他們要符合 他們申請 續排的時候 答應了的事 另外第二個 看到就會有很多的 展覽 以及論壇在這裏做 自己都出席過三個 上台也講過兩三傳 他們很大方的 就是他們 那個住宿 就包你 住澳門 那個會議就在 威尼斯人那裏舉行 那個住宿就會是在 Sheraton Sheraton就是在那一帶的酒店之中 最便宜 就是2000多元 那個就最便宜 因為他不會給一些 更加貴的酒店你住 他就給這些 酒店你住 自己都住過 起碼都五六晚 在 出席的那些 論壇活動 那麼 這個就是 講的 那些博彩 賀一誠 特首 其實 很聰明 做人 做家裡小 換聲大發財 說一聲 你是大佬 說一聲 Sorry 說一聲 扮矮仔 有甚麼所謂 那你好過 經常自己說 自己 怎樣怎樣 還去懷緬過去 香港有很多人 尤其是以前 在高位做 退下來 有些是因為 業務做得不好 退下來 有些是因為 那個年齡 退了休了 下了下來 那整天 在別人面前 都是講一些 叫做 想當年 那我最不欣賞 因為 以前的事 你故事 那些故事 有些內容 分享 就OK 但是 如果 經常說你以前 點威點威 誰想聽你以前 點威點威 不要說 如果你是威的 今天你也是威 這個就是我對那些老海鮮的看法 澳門 其實 我很欣賞 韓生先生 我們澳門娛樂有限公司 不怕你聰 不怕你呆 最怕你不來 那麼 何先生呢 我很欣賞他這段說話 其實所有的業務 第一件事 最重要是人流 他們以前 在博彩廳裡面 就會派一些 免費的飲品 可樂 吃飯 三文治 那為什麼 因為你進來 十個客人 如果有一個 或者兩個客人 真的賭的 那就會賺到你錢 那我派一點 這些 就沒問題 但是今天 現在那個 社交媒體 非常的發達 他們內地人 真的可以 免費 去玩爛你 所以 最後 為什麼就是停了 在中庭裡面 不派食物 就是因為 那樣東西 是負荷不了 就是他當了是老鳳 那個鳳是什麼 即是鳳梓 去拿免費的 那麼那個效益 並非是那麼如你想 你拿都不要緊 你沒理由拍完片 去叫其他人去做的時候 那麼這些是 過分了 那麼其實很多東西 那個生意都是這樣 怎樣去引你 引流進去 你會見到 OK便利店 71 那些 為什麼要去免費 為你增值 為什麼要去 跟你交水電 煤費 其實就是 希望 引你的客人進去 引到客人進去的時候 有機會在那個櫃檯面前 見到一個打火機 看到包糖 進去買汁水 那樣的時候 就會有生意做到 這個是一些叫做 引流的方法 那在線下就是這樣做 線上的 有時候我們為什麼要去拍片 免費的 給你們去看 講一些教學的 其實 就是講一個引流 你有人流關注 站在這裡的時候 才有機會做到生意 即是兩天之前我拍了一條片 就講一個叫做新經濟 新零售 或者生意的模式的時候 其中一部分 就是講人流那樣東西 其實我喜歡講這些 關於生意上 一些商業模式的教學 遠遠多於講一些經濟的環境 因為經濟環境很坦白說 大方向就告訴你 低息環境一去就十幾二十年 高息環境 就是講起碼五到十年 這個是一個國策 中美關係好 一講就在講自三十年 中美關係不好 一講又是在講自三十年 這些是講國家的政策 不是跟你玩泥沙 不是年輕人中學 我今天跟同學AI援交 第二天可以攬頭攬頸 不是 現在是講國家的政策 他們爭著武林民主 爭著世界第一的時候 權來卻往 作為中國的馬前出 作為中國和外國的橋樑 在風口裏面 就是會有這麼大問題 你看一下 現在2023年 那個核武的支出 其實 增長最多是誰 英國最多是美國 515億 美金 是說 比22年 增加了17.8% 中國 119億 增加了6.7% 第三 俄羅斯 83億 增加6.1% 第四 英國 法國 81億 增加了17.1% 第五就是法國 61億 第六就是印度 27億 2.5% 以色列 11億 增加了2.4% 巴基斯坦 10億 增加了12.5% 北韓 8.56億 增加了4.7% 總共 增加了的額度 914億美金 平均增加了 13.4億 你會看到 其實現在 大家把那個核武的支出就增加了 那麼 增加了的時候 其實 打的機會 反而是小了 打仗通常都是這樣 不聲不聲 一拳 一拳就折過去 很少就跟你說 我打你啊 我打你啊 你增加這些 軍事的支出的時候 其實大家就是鬥空 如果北韓 如果是沒有這個核武的時候 已經是被人收了 那這個就是 就是 現實 那麼世界上有很多東西 後面的東西 你是解釋不了 其中一個解釋不了的 好像比亞迪那樣 比亞迪 北菲特 也是這麼厲害的 在他 美國 叫歐盟去制裁 電動車支持 他又可以減持 1% 那這個 就是 我經常說 北菲特 就是聯儲局 他們後面的 Deep State 的白手套 但是說這件事 沒有人會相信 因為覺得 這個演員做了幾十年 他的投資策略做甚麼 其實很多那些 用過名字出來 去 站在那些 大部分 背後都是有劇本 他要這個人的存在 去推這件事 就算今天 我都覺得 黃仁芬 先生 都是一個演員 來的 後面那幫金主 需要一個台灣籍的人 穿皮褲 要去講這個故事 就要去做 當他不需要這個人 整個故事完了 就沒有了 Elon Musk 也是一樣 這個是 自己的看法 很多東西我都是用陰謀論去看 就是世界上 由那個共濟會 或者是 呼勞會 或者是 很多 東西包括COVID 之前都有人說過 是根本 是有個劇本 是需要這個病毒 是將一些 年紀大的人 讓他不在 直接是定向攻擊這些人 令到那個 整個國家的負擔 是減輕了 不過 有些人 又不會相信這件事 最後再講多一個 就是講這個 奢侈品的市場 奢侈品的市場 他們投票 最受歡迎的10個品牌是什麼呢 就是品牌價值 第一就是LV 第二就是Hermes 第三就是Chanel 第四就是Cucci 第五就是Dior 第六就是Cardia 第七就是Rollex 第八就是 Saint-Laureen YSL 第九就是Tiffany 第十就是Prada 那 那 它那個品牌的價值呢 是值 129,000個 Hermes 就是93,000個 Chanel就是6,000個 Gucci就是23,000個 Dior就是12,000個 Cardia就是10,000個 Volex就是9,000個 Million Saint-Laureen就是6,500個 Tiffany就是6,200個 Million Prada就是5,100個 Million US 那 就說這十個牌子 我曾經擁有的牌子 是只有 Saint-Laureen 應該是說九幾年的時候呢 就買過 他一套西裝 Malakum就是大時代那個年代 麻質西裝 三千能 但是 肉都痛了 但是 發覺 穿出來 細粒 不好看 穿又不是穿得多 有時那些東西 過了去就算了 我對牌子的東西 不是那麼著重 就是 反過來 身形好的 你穿什麼都好看 那現在 這幾個月 肥了一點 那現在都積極他在想 去減肥 保持身形 令到自己健康一點 那很認同以前 鍾振圖的前妻 張融訪講 那如果你身形好呢 就這樣穿一件 白的T恤 穿一條牛仔褲 穿一雙球鞋 已經是很好看 因為骨架好 身形的比例好的時候 是遠遠勝於你 整著個大肚腩 走出來 是會好看很多 這個是 希望 未來這半年 會做多些運動 將身體調好一點 今天想講的就是這麼多 有什麼可以留言 大家聊一聊 拜拜 拜拜